美风啊 会跳下来 发开你心动爱 美风啊 会跳下来 我们会一起 也不分离 发开你心动爱 三姨哥 你过来啊 这都咋回事啊这什么 走 闭着 老美女把院子租给我了 我办了个储屋度假村嫂 挣钱啊 那我的队子咋回事啊 咱们把车库和院子租下来 排练用 什么时候呢 何大连把厨房和餐厅租下来了 我妈呢 楼 楼上储钱呢呗 妈 你这是干啥呢 咋的了 还咋的了 你看这楼上楼下 让你折腾的 你看这客厅院子 你啥意思 你怎么都 谁让你把它捉住去的呀 我这还没跟你说的 没啥给我出主意 这是妈自己是想出来的 你看那房子的控院子啊 我租给高幸福一个月两千呢 还有那个小饭桌 我跟何大连 我们俩合伙干 他一个月出一千五 还有那个地下室 我就租给那个舞蹈班了 一个月也两千五 你想想 一个月就六千 还有这水电 他们三家军探 连咱们自个儿家的都省了 还有两个空房子 到时候你再写一个招租报告 贴出去 那一租不又是这样的 你说你干这啥事 你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可聪明了呢 这房子 是花儿的公司给花儿组的 你说那房车的事给他刚整明白 完了这房子又给整这样 你干啥呀你想 不是那 这房子它跟车不一样 它又开不到外边去 它就在屋里边 那谁也不知道啊 你想想 这一个月就是六千 那要把那个空的房子都租出去 一个月就能一万多呀 这要是一年 你想得租多少钱呢 那咱们家盖房子钱不就是有了吗 到时候咱回老家 我告诉你 能盖一个五层楼的房子 一层咱们盖铺面房 那再一租出去 那不就都是钱钱钱 那你说 花回来了我怎么跟她说 那你该咋说就咋说呀 人家是白天来晚上走 这也不影响 再说了 那花儿能回来住几天呢 你说这么多的空房子 再加上这空地要是空着 那多大的浪费呀 我反对 你反对 吴孝 租房的合同我都签完了 花儿 叔问你 这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 花儿的工资啊 公司一个月给她开 一万块钱生活费 演出费单算 你看看 你看看 一万啊 这么多 还另算呢 演出费 你打多少钱 花儿 拿出来 老五啊 连稳带利 三千五 这还带利息的 二小子 都我在这儿呢 蕾蕾 不要啊 不要啊 你来了啊 不要啊 谢谢叔啊 海丰 手手都算了 真给啊 说话算数 三千 老七 当你媳妇面查一查啊 三千 行行行 你也赶快出去啊 看看有啥合适的工作 到时候找一个活 能挣点试点 别来在家待着 我这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啊 我都去了 人家有新人了 你的工作让给顶了 你说我说什么来着啊 不让你辞职 不让你辞职 你以为你给花儿当助理 那么舒服啊 那人花儿不高兴 一句话就把你工作给弄丢了 那是我自己辞的好不好 这傻人 这就是花儿的高明之处啊 人家不说让你走 让你自个儿啊 炒自个儿的鱿鱼 妈你能不能 把我媳妇想得美好一点 你就是把她想得太美好了 现在人家带着她爸回老家 风风光光去美好去了 她心里有你吗 她要有你 她怎么不带着你去啊 那人家干啥去了回老家 人家不演出去了吗 那对方也没要求我 那我去了吃喝拉撒 那不花钱呢 不多余啊 你多余 你是她老公 那她爸去 她爸就不多余 你想吃点啥 我给你坐起来 行行行行 你妈啥都不想吃 你也不用进厨房 你个大老爷们 你在厨房里转用啥啊 能转用出啥厨息来啊 去 出去找工作去 凡事 反锁 确心眼的玩意 不会算账 有件事 爸没跟你商量 就是啊 你那卡上的钱呢 爸都转到我的卡上来了 你放心 爸不会花你钱 也就是给你当个保管员 我知道 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 那个村长在车上跟我说 修桥的事 没忘吧 十五万 是不是个小数 但是这个桥我还真得修 爸 这事 第一咱没那么多钱 再一个 咱真要打肿脸充这胖子吗 花儿 我今天跟你说 这个胖子 咱还真得充 你说你八岁那年 就失明了 你妈都不要你了 都不要我了 人家走了 但全村的乡亲们没有啊 她没想起咱们吗 那几年 她经常背着你出去看眼睛 那地 那还不是全村人给咱们种的 要不你跟我吃啥 喝啥 这几年我就盼望 一旦有机会 我就会报答咱全村人 那天村长一说要休息 我心里就高兴 我心里就高兴 我就想 终于有机会了 终于有机会 让我报答全村人 花儿 你说咱是不是得感恩才行啊 有恩不报那是啥呀 不安福一是咱家干的事吗 所以爸求你 你帮帮爸好不好 好 好 这才是我朋友 爸 谢谢 是 哥们 你们这儿招人哪 对 你稍等一下 队长 有人要应聘 队长 你好 你好 招人啊 你呀 多大了 三十六了 大了点 哪儿人呢 老家东北的 你来深圳多少年了 十年了 老深圳哪 那不咋的 以前在哪公司上班啊 以前在家政公司 不做保安啊 猪猪侠 蜘蛛人 擦剥雷的 好 好 好 你技术含量挺高的啊 这啥高低的 点儿大就行 我们这保安 技术含量也挺高 那肯定的 还要那个岗位职责 还要那个礼仪规范 这试用期呢 是一周 合格就上班 月薪呢 上面写着呢 一千六 管吃管住 那不支不住呢 哦 两千三倍 那我不支不住 行 试试吧 小萌 要不咱们俩好吧 对不起 你刚说什么 不是真好 是假好 你看 你帮我一个忙 你帮我把福云刺激回我身边 我再帮你一个忙 我帮你和江总打野户 这都好 是吧 你还不好意思啦 你还不好意思啦 江总开长包房的那个酒店的客房部经理 那是我前前前前前前女友 我都明白 我也都理解 我要像江总那么有钱 我也养小三 那是身份的象征 你威胁我 咱们是合作伙伴嘛 我得帮你解决问题啦 行 我考虑考虑吧 对 你考虑考虑 你跟江总商量商量 你得听她的嘛 晒晒太阳真好 没问题啊 我双手赞成 反正是假的 真的也没有事 我也没有权利 不让你找男朋友 你可真大方 当然了 大方是老板必备的素质 宝贝 你不会真的爱上我的吧 爱上你的钱啦 好 我就喜欢你这么直接 来 亲一个 你们公司的楼盘已经开盘了 你不说要送我一套吗 宝贝啊 那个盘子我小舅在管 我不好插手 再等等啊 宝贝 我告诉你 江木耀 我没那么好忽悠 我可不吃空头支票 下一个楼盘 下一个楼盘开的时候 我一定给你弄一套 说到做到 宝贝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到时候 你要是敢不给 靠我怎么收拾你 咱们这小区怎么了 这地杠三十七号住什么人啊 一天鬼祸狼嚎的 音乐声吵得我们家宝宝 都没法睡觉 你说这是哪号 地杠三十七 宝安 我问你啊 咱这是不是高档住来小区啊 是是是 你还知道是啊 那物业公司管理条例 写得清清楚楚的 咱们这业主 要是在这儿开办 经营这些东西 那必须得经过 业主委员会啊 对不对 你看我们家那邻居啊 又是养鸡养猫养狗的 还开办了什么 小学生饭桌 还要闹死了 我跟你说啊 他开办这些 我作为业主 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你那邻居是多少号啊 第三十七 我跟你说啊 给你们十分钟时间 马上解决 要不然我就报庭 行行 别别别 你必须给我解决这事 知道吗 对对对 行 行 我们马上解决 二位 二位请问 你赶快解决啊 是是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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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第三十七 刚好接着电话 说那儿 冲了大碗 音乐放不停 还有孩子在闹 尤其这儿院子里 闹得鸡飞狗跳的 我不能去 为啥 我这刚来 我这不熟悉流程 所以我让你跟着我一起熟悉流程啊 那我脾气不好啊 那万一我去了 那一拙骂我两句 我揍他咋着呢 那守折就白看看啊 那作为保安 守要低一点就是要忍吗 那也不能去 那我去了 这港亭谁看呀 那叫阿东过来 还用那啥呢 吃饭去了 你咋就让我上火呢 你说我招你来有啥用啊 行 你待着我自己去行了吧 那真是的 队长 你上火啊 队长 阿东回来这儿房了 你给我看见 我又在这儿 我 行了行了 你们这样住学生太闹了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什么闹啊 你别干扰我们 我告诉你 你快走吧走吧 你走吧走吧走吧 你应该是物业为我们服务 知道吗 是是是 我是为你们服务 但是 这这是高档住宅小区啊 这太扰民了这个 扰什么民呢 不出声音就不扰民了 我跟你说 这是住活人的地方 必须得出声音 我们还靠着这声音 攒人气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对对对 你攒人气 但是 但是严重违反规定啊 他退定了 啥规定了 你把文件拿出来 给我开 你把文件拿出来 各位 你把文件拿出来 你们要是再这样 我可真没办法 我只有停你水和电了 啥 就没见过你们这样子的 真适合我 停水电 你停一个试试 我告诉你 你要停水电 我跟你没玩 拜拜 行行行 咋走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还听他呢 听他咋怎么干 我听他 来 来 来 真适合 你这劲儿了吗 我跟你们说啊 谁也不许剩饭 谁要剩饭 晚上就不给他吃了 听见没有啊 来 这儿有菜 东西都得吃完了 听见没有啊 不够吧 小叔 整个点芹菜 对 多吃蔬菜 来 不是 妈 你这是干啥呢 我们保安部接了十几个电话 都是投诉咱家的 他投诉你就让他投诉去 我跟你说 那投诉的人哪 他就是眼红 这看我挣点钱了 就去告状 妈 咱这小区的人 哪个不比咱家有钱 我求你了 你就算可怜可怜我行不行 你看在我刚找个 新工作的份上 你帮帮我 你说你这个胆啊 咋那么小啊 都是妈给你惯的 你说你这么点的小胆 你能干啥大事啊 你不说 他这周围的人 他谁知道你住在这儿啊 我告诉你 你就隐藏身份 干你的保安工作 一个月还能挣 两千三百块钱呢 等花回来啊 你别跟他说那么多 你说你就挣一千五 剩下的钱 你也攒点私房钱 别傻了吧唧的 留点心眼 听 去吧 你去忙你的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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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菜长个子呢 听见没 来 不许生饭啊 把这汤也都喝了 听见没有 谁的菜还不够 有几十菜啊 你怎么样啊 过得不好呗 你拉着我胳膊不好 我还能来找你啊 离我近点呗 奶奶 你又怎么了 你稍微给点笑容 给点热情 你敬意一点好不好 太简单 吵架 行了咱 你别太过分了 你哪 就把你那脾气改 我现在是在帮你啊 你怎么不赖我 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那姜总不定给你 多少好处呢 是假扮你女朋友 不是 那你也得忘 这真的眼啊 来 走 哎呀 走 就是这个 哎呀 我的天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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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热呀 这 这 什么天啊这是 卢老公 你个臭人 你干瞧我老公 你干嘛呀你 你臭不要脸的 你干啥呀你啊 他瞧我老公 谁是你老公啊 谁是你老公啊 你说我呢是吧 我告诉你 韩旭珍 咱们俩已经分手了 我现在愿意跟人好 跟你没关系 你已经没有资格吃醋了 谁吃醋了 你以为我吃醋了呀 我告诉你 我跟吴八八是真结婚了 就在你买的那套房子里 你说什么 我说我马上要搬进去了 就在你买的那套房子里 你再说一遍 怎么了 耳背啊 受刺激了 我没受刺激 我还非常高兴呢 我已经录下来了 我告诉你 韩旭珍 我献你三天时间 赶紧把房子还给我 要不然咱就法庭上进 我还得跟你特别强调一下 那首付的钱 就是我现任女友 打到你卡上的 这就是我的证人 走 小萌 你若安好 那还得了 算了 别难过了 分都分了 谁让你当时对谁骂那样子 上哪家啊 三斤 你再回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上班呢 上车回家 上班呢 你领导在这儿呢 赶紧回家 开饭了 快下楼来 来 开饭 吃饭了 快 快点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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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喽 你们都回来了 还没吃饭吧 别着急啊 等孩子们吃完以后 我给你们盛 这都是谁的书包 这孩子啊 都乱扔啊 你看看这个 到处都是 是不是 行了 你们别着 你这干啥呢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鸡飞狗跳的 这么多孩子 你干啥呢 不用你管 妈 闭嘴 妈 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妈 妈告诉你啊 花儿啊 我把那个外边那棵空地 我都租给高幸福 她整那宠物 度假村了 还有那个厨房 我租给何大连了 她办那小饭桌 还有地下室 车库 我都租给那舞蹈队的 剩下那个空房子 还有空地啊 我都写那招租广告 我给她贴出去了 一个月能租一万多呢 你看妈 还是挺有商业头脑的吧 你这是租 都搬走 都搬走 你自己知道我 就不得了 你自己测的 我老上去 你再感到店 我可以不得了 我自己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要 我自己不得了 我自己不得了 我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自己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你怎么办 昨天怎么办 要 我要怎么办 走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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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美女 高幸福有话要跟你说 老美女 我们别给你添麻烦了 你把租金退我们得了 对 还有我的押金 不是 老美女 你看 你们家真是财大气粗了 到手的钱都不赚了 你那盖房的钱是涨够了 还是有人替你出呀 一分不退啊 继续履行合同 你们该盖什么盖什么去 这个家 我说了算 你说了也不算 这别墅是花的 那花也是张家儿媳妇 那她也是我姑娘 嫁出去的闺女就是泼出去的水 没你娘家人说话的份 这话你好意思说吗 那花嫁给你们家 你是给房了是给车了 还是给聘礼了 连个首饰都没买 现在还得扣花养活这个家 你们家不是娶媳妇我看 你们家那是嫁儿子 老美女 你听听 你听听 这是你的好亲家 这才有钱几天呀 得瑟啥呀 住别墅又啥了不起的 你也是住人家的对不对 也不是你自己挣钱卖下的 再舍了 要不是老美女赚钱 给你家伙吃宴景 伙到现在还是个瞎子呢 还打明星你 做梦去吧 你骂谁呢 你骂谁瞎子 你骂谁呢 你说谁瞎子 爸 爸 你说谁瞎子 别激动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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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骂两句 就骂两句 别又不丢块肉 干啥 夏大人得撒 来来来 你大你大你大 我告诉你姓臭爹 老美女人老实 我可是好欺负爹 你姐干东了一根头发 那下辈子就靠你咬活了 打不死我去养你 我大不了再蹲回监狱 打死你 我推民处爱 有啥事你冲我来 行了 你们俩就走吧 给我凶开 走走走走 你们全走 哥哥哥我先走了 没事走走走走 老美女我跟你说 小饭桌是咱俩合伙开的 那下桌一板弄 我要着也没用 行了我给你折些 行行行行 你走吧你走吧 你走吧 滚 爸 你给我凶开 你说你啊 这河大脸真正面 啥关系 这有啥是个卖华啊 你是个男人 你连管都不管 你真是个窝囊废 那也比你这老改犯强 你给我滚 我 花呀 花 她把你妈 她把你妈的一根骨子 给摔两半了 你爸的腰不行了花 你爸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了不容易 所有的罪都遭了 所有的苦都吃了 所有的苦都吃了 对不起 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了不容易 所有的罪都遭了 都跟红脸真发誓 不许有人在欺负我妈 那爸也是的 那咋还动上手了呢 那我妈再不对她也是我妈吧 她是女人 男人能打女人吗 还亲家呢 好了好了 不生气了 我给你爸得歉去 好不好 三斤啊 要不咱们还是把这别墅给退了吧 我跟公司商量商量 咱们回福山村租三套房子 让爸妈和咱分开住 对了 那能行吗 那都影响你的艺术形象啊 这天天鸡飞狗跳的 哪儿还来的艺术形象啊 鸡都飞了 狗也走了 要照这样下去 再住在这别墅里边 你妈又该想别的办法赚钱了 这回我肯定批评教育妈 你上回也这么说 我保证没有下次 你保证不聊 我都被折腾累了 没人折腾你 妈 那也是为咱好啊 那不是为了咱们 准备盖房钱的吗 那盖的房子一年回去 也住不了几次 那你现在不住 我将来还不住了 那妈不说了吗 那至少给她盖五层呢 那咱儿子以后 娶儿媳妇都有保障呢 老公错了 我这就下去给爸道歉去 爸不想见你 你回他磕头去 来 妈在房间吗 妈在房间吗 干啥呀 我下去看看她吧 好媳妇 在你最多事 还带呀 吃 你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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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别回来啊 你别回来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在这儿还这么 És 爸 我错了 你别给我跪 给我跪没用 真没用 你应该给你妈跪 就像你妈这么折腾 咱们这个家早晚得散 你跟花也过不长 到那个时候你再给你妈跪 你妈那可是大功臣 你说你咋活得那么窝囊呢 你都窝囊到家了 我还没见过像你 这么窝囊的男人 妈 我替我爸给您道歉来了 不用 我跟三斤哪 没这福气 我们住不了这大别墅 我们走 我这活了六十多岁了 我还从小到大 没挨过人家一个手指头 这我认识你跟你爸以后 我都挨了你爸两次打了 你说我们帮助你们家那么多 我们是欠你们的还是怎么的 这次我跟你爸这怎么一见面 就犯像了 真是奇特怪啊 妈 我爸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您别往心里去 您帮我们的我们都记得 他自己还背了个小本子 他把欠您的钱都记在上面 还说等回头有了 统统给您还清了 行 你说小本子 我这也有个小本子 我从来都没给你看过 我现在给你看了 这是你跟三斤 你们俩认识以后 你爸和你 我们帮助你们 花的钱一笔一笔都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 你爸要是不还我这钱 我都上法院去告他去 你看你们结婚以后 我还记过账吗 为啥呀 你跟三斤结婚了 你是我儿媳妇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这该花的钱咱就花 是不是 那谁花谁的呀 再说了你爸借我的钱 他不还 那也没什么关系啊 对吧 我不要了 可你爸干吗说 我钻到前眼里去了呀 我用着个空地方空房子 我卖盒发 我为的啥呀 我不就是为了咱们家 多赚点钱吗 我为了大家好啊 他凭什么这么骂我呀 我 我咋的了我 我告诉你 你们俩这么过日子 过不到头啊 妈 我跟三斤这不好好的吗 你 这话说的 是啊 你们俩现在是过得好好的 可照你爸他这么做下去 你们俩不离婚才怪呢 你看 你正在家内 Gramsci 你 你 把我 爸说 你先说吧 爸说咱俩日子肯定过不到头了 早晚得离婚 妈也这么说 你信吗 反正我不信 妈 我知道你孝顺 我也孝顺 可是孝顺归孝顺 就像沈马说的 孝顺 孝是对的 顺是错的 就像当初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爸和我妈都拼命反对 但到了到了 你还是不顾一切地登上了我这艘破船 那船都上了 反正我这辈子是没打算换船 谁比我我也不换 就我妈逼我我也不换 你想换吗 我不换 就算你爸寻死捏魂地逼你 你也不换 不换 老婆我爱你 我也爱你 你说咱俩过得好好的 咱俩要顺着也能和平唱首歌都好 你们是没倦了老门女受的那个委屈啊 咱们对老门女生活这么多年 老门女傻生受过窝囊气 我可是见法了 秋月静指着老门女的鼻子骂呀 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我说了一句公道话 人家秋月静跑出来还打我 真的假的 是 我看见了 你都说啥了 我就说 花那眼睛是老门女展前你治好的 对不对 老门女把别墅租出去 她也是为了三斤盒花好嘛 是不是 我说的不是公道话吗 原话是怎么说的吗 哎呀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嘛 我就是看不惯了 要不是念在老门女跟咱们在一块儿 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早都报警了我跟你说 像秋月静那种有钱科的 你只要报警 派出所立刻把她就抓起来 我跟老门女是签了合同的 那房租也是我们自交的 房租和那个什么 押金还没跟我们退呢 还有韦瑞金 懒得听你在这儿叨叨 花儿 我是福云 刚听说老门女跟你爸又打起来了 那你来我家找我呗 我今儿就把话撂到这儿 迟早有一天花儿要把三斤给踹了 你就等着吧 不会的 他们俩感情那么好 好啥好 好那也是过去 现在不一样了 花儿过去眼睛看不见 现在眼睛能看见了 她现在还进军什么演艺圈 那见的男人 那比三斤还音量高了 那脑子想都不用想 她肯定外面有人 何大脸 你哪这样就看见了 那还用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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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您那是早晚的事 阿霞 等三斤跟花儿把婚离了 你上岗 说什么呢 你跟谁说啊 你赶索往地去 霞姐都生气了 生啥气呢 生啥气呢 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聊了 走了 房子是精装修 拎包入住 简单 沈马跟卢小萌好了 有什么不可能的 卢小萌那种女人 谁有钱她跟谁 任何可能都会有的 沈马都把钱给你买房子了呀 还有私房钱呢 我得问问小萌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跟卢小萌水火不容 在我跟她之间 你必须选择一个 你选谁啊 这怎么选嘛 你知道吗 沈马竟然告我 她跟我合租了那么久 她竟然告我 那你把房子还她呀 凭什么还她呀 你应该给你婆婆找个老伴 她只要跟你爸在一块 你家的日子就不得安静 靠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我有经验 我给老美女张罗张罗 你爸跟何道脸真大起来了 你爸够酷的呀 我今天没见过 你好吗 我今天没见过 我们在哪里 你怎么会看 你怎么会看